大家好 小峰传媒今天与大家谈一下关于蔡英文总统访问加勒比海沿岸友邦访美过境纽约时 欢迎人群被抗议人群殴打事件始末及相关评述 昨天时蔡英文总统乘坐空军一号经过近15个小时的飞行横跨太平洋第一站于美西时间下午4点到达美国纽约 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 在蔡英文总统下榻的宾馆楼下 欢迎人群手持青天白日旗和新条旗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到来 同时也看到大陆海外华人社团同情会的人们手持台湾独立等于战争等牌子呼喊抗议 他们中还有人手持没有张开的红旗 突然他们开始试图驱赶欢迎的人群 他们老人在前青桌年在后向欢迎蔡英文的人群进攻 并用卷起的红旗等殴打欢迎人群 现场一片互乱 约十分钟后警察赶到制服温州同乡会打人者 并将其中身穿白衣戴墨镜的男子当场抓捕 据欢迎人士之一的王清莹介绍 7月11日王与张林事前知道蔡英文访美过境纽约 决定组织30多人的纽约民主力量前往欢迎 陈闯闯组织中国民主党18人前往 总共约50多人参加 到那之后发现马路对面 有以辅州老乡会为主的各个同乡会 也在那里示威 反对蔡英文到访美国 人数大约有600多人 大约20分钟左右 因欢迎人群这边有喇叭并且士气旺盛 压倒了对方 对面老乡会一百多人 突然冲到欢迎人群这边 老人在前面 年轻人在后面 明显是有预谋的 他们要赶欢迎人群走 于是双方出现对峙 王清莹前去劝解 抗议者忽然抢了王的示威标语 抢夺并砸坏了王清莹手中的喇叭 王试图夺回 他们后面年轻人一拥而上 有的朝王清莹的脸上抓来 王躲闪不及 被眼镜被抢掉了 这时呢 王清莹他就看不清了 王清莹是高度近视 朋友们赶快将王清莹拖走 就这样欢迎的人群被冲散 当时只有几个保安面对如此情况 保安也吓跑了 大概十分钟后 大批警察赶到 并当场将局面控制住 将施暴者抓捕 事后统计 欢迎人群超过15人被打 其中5人重伤住院 王清莹在脸书上发出记者会通告时指出 针对中共发动的711暴力袭击事件 造成十位民主人士受伤 7月12日晚上举办中国民主党权委会 纽约民主力量联合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会上 十位受伤者 现场参与者 及活动组织者张林 王清莹 陈闯闯 控诉了中共暴行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现在记者会刚刚结束 下面呢 我们请有关法律专业人士 谈一谈关于这个纽约打人事件 看看他们是怎么看的 现在顾律师在线 我们请他谈一谈 就是在昨天呢 蔡英文经过了15个小时的 在太平洋上的飞行 到达了美国纽约 她呢 她是为了在那个加勒比海友邦进行访问 她第一站呢 在纽约 我看了一下那个网上的那个 报道 那你觉得你看看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事情这么个经过 那你看这件事情 你觉得应该怎么看待呢 我想说 中共本来就是靠暴力起家的 它在国内也是靠暴力的维系统治的 并且据我所知 它在海外一直在推行暴力手段 当然它不像俄罗斯那样 在海外 就是 明目不长暂的暗杀行为 不像俄罗斯那么多 比俄罗斯也稍微舒敏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 欧洲和美国 欧美这么多年一直 就是认为 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 更 更好约束 更友善一点的国家 实际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中国是比俄罗斯更暴力的国家 那么现在 这个蔡英文在纽约的活动 然后遭到 共产党组织的人员 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暴力攻击 这毫无疑问 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共产党来组织的 因为在国内的政治形势下面 根本就不存在有这么强大的 爱国主义的力量 去动员这些人来干这个事 尤其是 看看香港发生的事情 所有在海外的人都能明白 这导致今天台湾提出 渴望走下独立 香港甚至也出现独立的苗头 新疆 西藏 到处都出现分裂的势头 所有的问题的根源 都在于一党专制的 都在于共产党的 单纯的以暴力和恐怖手段的维系统治 是这样一个正义的统治方式来产生的 所以海外人 虽然他有爱国主义的渴望 但是 如果没有共产党来出面组织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想 我觉得 因为我看了一下报道说 纽约的警察把那个打人的人就放了 并且声明说他们没有拘捕任何人 当天呢 当天是抓捕了一个打人很凶的一个男子 戴墨镜的 穿白衣的男子 但是呢 据之呢 据之是第二天 把他又放了 在中共领馆人员出面的 出面一个问题 有那么多人 都是打人 应该在酒店的门 在酒店的门口 我想多少会有些商家 装了监控摄像头 应该对查取证都是很容易的事 然后有这么多人 失明的指控 然后可以有 有商情可以验证 然后也有一些 私人的手机 拍摄的摄像视频 但是检察好像 并不想深度的介入这个事情 我能感觉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这很显然 我认为很显然司法独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预 可能出于某种外界政策的考虑 也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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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 外界人员做了一些手脚 我觉得 这很显然不是一个 从目前来看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当然从长远来看的话 让共产党在海外的力量 暴露得更充分一点 所以长远来看 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但是我希望 检察能够 把这些施暴的人 能够把他们全抓起来 能够让他们承担刑事责任 和民事责任 希望有业的检察能够秉公的执法 不受外界政策和 共产党势力的干预 能够 立行法治原则 把这些打人的人抓起来 然后也 给海外的反共产党势力的 反共产党的海外华人 一个支撑和一个鼓励 也打击 共产党的海外势力的 修正气焰 我想就说这么多 还有一点 如果是您是学法律的 懂法律 就是在美国的法律情况下 对待这种打人事件 将会有哪些的法律进行制约呢 美国的法律 我是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一定有回答 我可以跟你去研究一下 但是可能需要点时间 通常来说 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 我想说 我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 我以前就是研究刑法的 对美刑事法里 有比较多的研究 我想说 在美国的话 应该是非常轻的 打人的行为 就可以一个拘捕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美国的行为法 它对于入罪的 就是什么行为 过程犯罪的标准 是非常低的 不像中国一样 中国的话 你也打成千伤以上 你才能被法院审判 才能被警察来追究 那是千伤 千伤本身就是很高的标准 但是 在美国应该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千伪伤以上 应该就 警察就可以过问 然后把人拘捕起来 让它承担相应的 获顾和责任 我想检察应该是 可以对这个事情 建议干预的 他绝对有这个权利 也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虽然无名 我不知道这个法律依据 是哪一部法律的第几条 但是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嗯 好 谢谢你